这两天确诊病人的人数急速和大幅的倍增 这几天也有很多收到阳性检测的报告的病人 去了急诊室要求复检的结果 各区的急诊室已经严重超出负荷 甚至影响其他的紧急救治服务 我希望在此再次作出这个呼吁 第一,如果你因为其他的病症病况轻微的 请你不要去急诊室求诊 请你去找家庭医生或者其他的私营的医疗服务 第二,如果你的抗原测试结果是阳性 请你尽量找家人和朋友 或者速递服务帮你去拿你的深厚退后的样本 去交还样本之后内心在家里等候结果 不要去急诊室 即使去到急诊室 可能都需要比较长时间在我们的分楼检测站等候 也都不会加快了入院的过程 第三,因为确诊的人数增长速度惊人 即使确诊的病人 根据我们的评估之后 要安排合适的医院 或者社区治理设施去接收 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不同的因素 包括病情,长期病患,年纪,治理能力等等的因素 所以有些病人可能会等好几天 才会安排到住院 不过目前大部分确诊人士 都是没什么症状或者轻微症状 情况也都非常稳定 我希望他们能够耐心在家里等候 我让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